这不是老王吗 老扎 这么巧啊 这么想看到你啊 哎呀 太巧了 这一个人在车里干嘛呢 刷手机刷这么乐 哦 来 给你看一下 这是我新买的PS5 贼带劲了 不过嘛 买完就完就 我的私房钱就告急了 不会吧 就买个PS5小金库就告急了 我还有很多呀 我记得去年咱这个时候差不多的呀 对呀 所以我现在就很纳闷 为什么我和你的擦距变得这么大 哎呦 我好像知道答案了 看一看 走 哎呀 老王实在是太可怜了 加上油呢 都得还从私房钱里出 我只想对老王的老婆说 姐妹 端子漂亮 大家好 我是娜娜 现在是电动车和燃油车同台共舞的时代 那么在我身后的威马W和新月L 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么刚刚小张和老王的对话 我可是都听到了 电动车呢 确实非常的省油 具体怎么个省法 我算给你们看 先来说一下油费和电费的区别 那么新月L的低功率版本呢 它是百公里六点八升油 但是在我们的实际驾驶过程当中 肯定没有这么低 但是呢 我们还是少说吧 算它百公里八升油 那么一年行驶两万公里 就需要一千六百升油 而且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大胃狂啊 它加九十五号的汽油 你知道家人们 现在九十五号的汽油多疯狂啊 我们拍摄的时候 九十五号的汽油是多少 八块三啊 哎 我估计等我拍了播出的时候 这九十五的汽油就可以涨九块了 但是我们还是按八块三来算 像一千六百升乘以八块三 就是多少 一千 不对 一万三千二百八十元 OK 再来看一下威马W6 那么根据网络上真实车主的反应呢 它的百公里的电耗呢 大概是十五点五千瓦 那么通俗点来讲呢 它的百公里的这个电耗呢 是十五点五度 那么一年行驶两万公里 也就是说需要耗三千一百度电 按照现在上海的民用电的这个收费标准呢 是六毛钱一度 算下来呢 就是一千八百六十元 而且画一个重点 如果说你是在夜晚的低谷的这个阶段用电的话 是三毛钱一度 一年算下来是九百三十元 一年比星月L能省出两台PS5 也难怪老王的思考钱 够极了 还有更让老王扎心的是什么 除了更省钱的电费之外 威马W它免购置税呀 像星月L一个购置税要多少钱 一万多接近两万一个LV包包就没有了呀 而且电动车的后期的这个保养也会更便宜 像换换雨刮呀换换这个玻璃水呀 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保养费了 那像星月L这样的汽油车 经历过的都知道 小宝换什么汽油几率好几百枚了 大宝呢换变速箱油 反正各种油一两千又没了 哎呀听得我都心疼了 你看一年的油费保养费 威马W能省出一万多 你说如果开二十万公里 那不得省个十五万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电动车实在是太可怕了 哎老王干啥呢 哦这部全体箱我就先给别人开了嘛 然后这个桌椅呢动过了 而我这车的座椅机设置呢还太复杂 我又搞不来 不过呢我记住了这个车的各项数据了 现在正在复原了啊 哦你这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曲折且行 看看我的威马W6 不用测量进入座舱三秒 摄像头自动识别你的身份 座椅位置加习惯等等 通通快速同步 瞧瞧 有点东西吗 那能不能给你这个星月L也装一下呀 一顿操作猛如虎 座椅还是不舒服 ID识别三秒钟 自动同步倍儿轻松 2022年了 面部识别不仅使用在手机上 当威马W6使用了这个功能 它能发生出更加奇妙的科技变化 除了老张说的 它还能识别你是否注意前方的路况 等信息来判断你是否在疲劳驾驶 其实啊 这些呢 只是智能座舱的一部分 那么 威马W6和星月L两台车呢 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两台车呢 都搭载了当下非常流行的车机的芯片 骁龙的8155 还有当下比较流行的12.3英寸内一个屏幕 科技感营造呢 是非常的到位的 并且它的应用生态方面也做的非常的丰富 像威马W6呢 它有这个百度地图 华为音乐 华为视频等等 而星月L呢 也有百度地图 还有酷我音乐 爱奇艺等等 那两台车呢 都搭载了车载的KTV 这个呢 在当下也是属于流行元素了 另外呢 这两台车的语音识别的功能呢 都非常的好 有的可以对导航 天窗 还有空调等进行控制 那么威马W6 它的语音识别会更加的丰富一些 支持话题打断和视线的唤醒 这个功能呢 是一定要提的 威马W6呢 它是支持自定义的场景编程 那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用户 用车习惯的一个功能 那么用户呢 可以像是搭乐高一样 去在APP上实现一个驾驶辅助的系统 车窗 座椅 空调 驾驶模式 音乐 氛围灯等等 超过200种的功能 都可以自由组合 可以按照自己的偏爱 制作出不同风格的场景卡片 可以说是牵车牵面 想起我刚拿家照面 最怕的呢 就是停车 上班路上也就20分钟 停车呢 我要花10分钟 不过呢 好在我这个学习能力比较强 马上就掌握了这个技巧 但是现在的这个新手呢 就非常的幸福了 如果你不会停 现在很多车呢 都有这个自动驳车 正规的车位呢 它是都能识别的 只需要按下几个按钮 车就可以自动停入停车位了 好了呀 你们都懂的啦 我今天过来就是要搞事情 今天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星月L和威马W6的自动驳车技术 谁更厉害 我来先说一下规则 待会呢 我们把两台车呢 开到停车场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从两台车 十月车位 到最终停车完毕的这个时间 谁的时间更短 谁叫我赢啦 那么威马W6在这次的PK当中呢 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呢 我要先夸一夸星月L 那他做一款燃油车 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周到 也得亏是威马W6是技高一筹 如果是换做别的电动车 星月L可能你就赢了 两台车在驳车辅助方面呢 都非常的全面 除了像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自动驳车 还有像遥控驳车 还有无人自动学习驳车等等的 都有配备 那么威马呢 在后续呢 会通过OTA 上线一个高清地图的驳车 那么有了高清地图的这个加持呢 那他可以实现一个厘米级的定位 那么他呢可以在特定的停车场的环境 可以实现一个跨层巡航搜索车位 并且实现自动驳车 想想 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科幻 这两台车的PK对比结束了 那我先来说一下星月L 其实呢 我对这台车的评价呢 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在同级的燃油车的SUV当中呢 它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各方面都很均衡 但是如果说你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来看 燃油车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丝那么伤感的气质 谁也不知道下一代的星月L的引擎盖下方 是否会有一个内燃机呢 再来说一下威马的W66 它呢作为新势力的代表三电方面呢 都做得非常的出色 这种坐操自动驳车方面呢 也比星月L更胜一筹 特别呢 是在用车成本方面 那真的是一进绝尘 给燃油车呢 就是降维打击 特别特别的省 难怪 现在很多人都愿意买电动车 那省得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